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好,今天我们教各位一道菜 这个大家常常看到,然后知道很健康 但是不知道怎么吃,就叫番茄炒秋葵 秋葵就是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要准备个材料,先给各位介绍一下 当然主角就是秋葵,秋葵又叫羊角豆 这个里面充满了粘意 然后这个是番茄 这个番茄我们把皮剥过,把它烫过,把皮剥掉,切丁了 然后一些姜末 然后调料的部分呢,就是一些糖跟一些盐 那么秋葵怎么弄呢? 一般来讲,因为秋葵它的表皮会有稍微的一些色味 所以一般来讲,我们要做之前先把它汆烫一下 我们汆烫水开了之后再下锅 烫个一分钟左右再把它捞起来 煮一下滚一下之后,我们再来把它拿起来 那么拿起来之后呢,你要赶快泡冷水,让它凉 要不然的话它会持续的加热,你也没办法切 所以我们准备了一个冷水 烫一下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火关掉,然后把它捞起来 马上泡冷水 我们把它泡凉 泡凉之后呢 把头这个部分先把它切掉 像这样子 我们把头的部分 这地方比较硬的把它切掉 它切开来,表面有很多的黏液 这样直接这样切 烫过很漂亮 你不要切好再来烫 切好再来烫 这道菜是不好吃,秋葵这个就是 要吃它黏黏的,滑滑的 好,那我们切好之后呢 就要来炒了 我们把 锅底放少许油 而且炒过 香味不一样 把姜末下锅 略微爆香就可以了 好 因为番茄跟秋葵其实都熟了 所以你就一起放下来 然后,就给它调味啦 但是因为番茄带点酸味 所以你糖 比平常多加一些些 这样来炒 才好吃 不用炒太久喔 不需要炒很久喔 炒热就好了 有香味出来 这样就好了 好 番茄炒秋葵 就这么简单 下次你可以试试看 秋葵你炒过之后 真的那个味道完全不同了 秋葵你就有另外一种吃法了 今天教各位的番茄炒秋葵 下次你一定要试试看 请不吝点赞